請胡斌老師談談您的看法 胡斌老師 好 謝謝大家 這次李克強的這個促然離世引起一個外界就是很強烈的反應 當然首先是對他的死到底是怎麼死 怎麼回事 這個確實有很多的疑點 我就剛看到一個也是七夕界的一個學生在新華社工作過的 叫顧萬明的不知道朋友們看見沒有在推特上有他們有轉的 他就提出先不要火化 這個要對立刻成立黨中央國務院的聯合調查組去查清死亡的真相 要從這個把曾經接觸接待貼近郭里克強的警衛保健醫救護人員 廚師 賓館領導和服務員 司機 市接待處幹部等全部集中 然後逐一談話 現場勘查 了解是否這個有泄漏李克強活動的安排的搶救方案是不是有效 使用的醫療設備 藥品是不是合理 有沒有故意使用不當的藥品和救治方案 有沒有獨職行為等等 還提出要對李克強進行解剖 怎麼樣怎麼樣 就提出這麼一些 那說來確實李克強的這個有很多的疑點 就像剛才安娜也講的 本來這個在中共高級官員中 這麼高級的官員中 這種元老級 正國級的官員中 他們享受全中國最好的醫療和保健待遇 他們都活得很長 那些已經死了的人裡頭 年輕的都是85歲以上 唯有唯一的例外就是黃菊 黃菊他是政治局常委 當然他69歲就死了 黃菊都知道他是疑腺癌嘛 而且疑腺 他早就在說他是疑腺癌 而且好幾次他作為政治局常委 該露面的時候 他都沒有露面 那他的死沒有問題 是沒有任何疑點 李克強進剛剛68歲 而且前一天還流傳他外出活動的一些路線 看上去 身體啊 精神上的都很好 那你這次說他是游泳的時候 心臟病出發 可是我們知道你在高級賓館游泳池 他是有專業的這個救護人員的 你跟合國李克強 你隨著是有隨從的 你的有心臟病這個是都知道的事情 因此想來你的隨從會隨身攜帶急救的藥物 說那年胡耀邦就是在中央開會的時候 就是心臟病發了嘛 他隨身沒帶藥 旁邊江澤民 江澤民是個老病號 江澤民就把兜裡的藥給胡耀邦 所以當時就緩過勁來了 那你李克強你有這個病 大家都知道了嘛 所以你的隨從一定會帶上這種藥物的 再說你是在上海 上海有最好的醫院 有最好的這個專家 換句話說呢 簡單的說 李克強如果是在游泳的時候 心臟病發了 他本來是應該在第一時間就被發現 不至於他出問題的上頭人他還不知道 第一時間就該被發現 所以第一時間就該被急救 第一時間就該被得到最好的治療 因此這麼一來呢 在這種這麼好的條件之下 那按照他就不應該死 當然也不能排除有的人他就是突然死亡 說死就死了 不過那種的可能性就是很小啊 真是很小 所以這大家為什麼這麼懷疑 再有呢 就是到現在為止幾天過去了 當局沒有對整個這個事情 他怎麼死亡的 他游泳當成的現狀 救急的情況等等 對這些細節都沒有任何披露 那當然就讓人家就沒法打消這個疑慮 所以像顧安明他提出這個要求 當然很合理 但是估計呢大愛都認為 令當局不會採納 但這個確實就留下了一個很重大一個疑問 這點我覺得人們這個這種懷疑呢 當然是有道理的 這個我覺得是一點啊 另外一點呢 這次他的去世引起了外界這個到處的這個悼念活動 那就像馮崇利剛才講的 那這個李克強從政這麼多年 實在是乏善可塵 那本來我就講過我們北大那一批 在我念書的那個時候 就是 78年就是第一 文革號第一批那個時代 當時的學生會幹部啊 團幹部中間 有些還是還是還是很不錯的 後來好像在北大有這麼個路子 你當學生會主席 當團委書記 然後畢業之後 那就去就有高就了 那進都是進入仕途 嗯 你看當時有幾個嘛 他還不是第一個 這個算是張偉 還有那個 張偉後來不是當到天津市開發區的主任嗎 嗯而且準備要當市 八九強就已經要準備當天津市的副市長 嗯 還有一個潘維銘 大家都知道啊 他中文系的 中文系的 七八中文系的 然後也當過學生會主席 也當過團委書記 然後後來就到上海 呃上海曾經當過宣傳部的常務副部長 因為那個部長王元化是掛名的嘛 當時也呃主持過一些會議啊 他呢就是當然就是86年的時候 87年就是反自由化那次 就胡耀邦下台那次 他就跟著就倒霉了 嗯 到後來八九的時候 他也是聯合一些呃同事 呃給中央寫信 呃這個反對戒嚴啊等等 那張偉就是因為呃 當時要戒嚴 嗯他提出他就是他要 他要他要呃這個辭職 啊 所以他就辭去職務 當然以後他就就離開了官場 還有一位叫劉曉峰的 也是中文系的嗯 他自己惹了麻煩了把陳一絲 他救出去了 他自己惹了麻煩了 嗯 那麼後來他當然就經商了啊 啊 那麼這幾個都和李克強一樣 嗯 都是 B 辨業 沿著學生幹部團位幹部 這個路子上來 因為你是北大嘛 你離中央進嘛 中央看得見啊 呃所以就得到重用 嗯 但是呢他們就因為呃 呃 畢竟是有這種自由化的思想 所以在哪 呃那麼八十年前的那幾次 反自由化的逆流中 就紛紛就離開了官場 那唯有這中間呢 唯有一個李克强留下來了 过了六四还能留下来 那当然说明他的理念 他的信念 包括他的个性 那就比不上那几位 能够在经过六四 那么一场大的逆淘汰 还能够在那待着 当然他比起习近平 比那当然是要强很多了 刚才这个冯忠也讲到 因为种种原因 结果他就已经没有当上总书记 到头来 屈居习近平之下 而且被习近平是压得死死的 这种状态 但是所以他这围观这么多年 观作得几乎最大 但是实在没有留下什么正题 现在大家那么多人怀念他 这中间当然因素很多 层次很多 有些人怀念他 当年他那无非就是觉得 他为他应年早逝 这么年相比之下 这么年轻就不幸的这么一个意外死亡 感到惋惜 有些小老百姓就这么想的 想的很简单 有的呢 当然就觉得他这么多年 还是这个总理当了挺窝囊 也替他感到不平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 那当然就借题发挥了 其实就是借悼念他的名义 确实暗讽习近平 去批评表示表达 这次表达对习近平 表达对体制的不满 但是好几种因素 会集在一起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去参这个悼念活动 这一点上呢 就跟当年的76年 道年周恩来 89年道年胡耀邦 有类似之处 那最初道年胡耀邦 道年周恩来那种东西 很多人 那就是想了 怀念我们郝总理 人民的郝总理 我们怀念胡耀邦 这个话那么好啊 但是这种人 其实数量还是很有限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多少人 有点曝区 被他们受到的那种 待遇感到不平 当然另外一些人 就像和这次一样 其实是借题发挥 那么这个 这种道年活动 它越持续的时间长 你就可以发现 那种表达抗议的 表达批判的 那种色彩就变得越强烈 就变得越强烈 一些比较尖锐的话语 我们就看到了 你看八九民运 开头是悼念胡耀邦 那后来 那就是 就天安门广场 就竖起民主女神向来了 就提出很明确的 自由民主要求了 所以那自不代言 所以可见 我记得吗 当年胡耀邦去世的时候 国内的很多一些人 就开始悼念 当时刘晓波 还在旧的纽约吗 他就还在我家里住着呢 这个奋笔集书 写了几篇文章 发表的 这个北美那个 华文日报 世界日报上 就批评中国人这种 青天的思想 盼望好皇帝的思想 然后对知识分的那种 过分的美化胡耀邦 感到很不满 可是高官一看 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他发现这里 其实也是对专制的一种挑战 所以他很兴奋 后来他就回去了 当然就说这个运动 他开始 是给人呈现出这么一种现象 好像中国人好像还是在盼望青天 似的 希望有好皇帝的 似的 还是这种心理 其实这个东西 在一部分人中 是有这个心理 但这种人 其实很有限 而随着这个盗念活动的 这个 增长 活动的蔓延 你就看到一些更尖锐的声音 更清醒的声音在出现 而这些声音呢 就会影响别的人 很多人正在盗念活动中 他才提高了自己的认知的 他刚刚才在盗念活动的时候 他把事都想得很简单 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他有这个 在认知方面就有很大的进步 这个在四五运动是最明显的 四五运动那个时候 当然我虽然我是在四川 但是我都能感受得很清楚 那1月8号周恩来去世 那全高各地都举行 自发的盗 也是很多自发盗念活动 很多单位 他没有上级指示啊 他们单位自己就设起灵堂来了 就就举行追悼会了 会了 大多数大家都自己戴上了 戴上白花 打街上老的奏哀乐 帖很多帖 帖帖很多大字报 铁业诗 因为那时候 你想这个中国人写诗 也有他的道理 诗好传呢 对不对啊 特别的古题诗 你念下来就背下来了 那年时候又没有互联网 你大字报 你当场现场转钞 那是很费劲的 所以他有些特别有些短诗 路山的就非常广 那么四五运 这个盗念之后来 我们现在一提起谈四五 其实他本来不是四五 是一月八号的事 那么一月八号这个到处 盗念之后来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盗念活动中 那个人的任职 整个运动在升级 可是后来呢 他也就自然的就淡化下去了 也淡下去了 结果 就是中国有个四五嘛 有个清明节嘛 清明节是盗念死人 祭奠死者的传统节日 所以清明节它起到了一个 标记令的作用 所以使得大家很多 因为一月八号参加过到盗念活动 受到鼓舞 因为你没有参加那个盗念活动之前 那是文化革命嘛 你想我们这一批人 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点 您的时间大了 胡老师 对 好 我就再说两句 那么所以他这个 这次这个运动呢 他就和那个运动很相似 就是他确实有 升级为一种比较大的 抗议运动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也主要 找人从中间发现 他的这种含义 好 我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胡老师 这个讲的方方面 讲的都这个 把这些历史的这个脉络 讲的都很清楚